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这放假的时光啊,总是短暂的,一转眼,这所谓的国庆假期就要结束了, 而明天大把打工人就要返回岗位,开始连轴转七天了。 但是要说现在这媒体也是真缺德,是一点念想也不给留。 还没过十二点呢,大字报就出来了,灵魂拷问,说假期没有努力工作的你,会不会焦虑? 嘿我这暴脾气,我在请两天假直接躺平,你管得着吗? 看着满屏幕啊,国庆后的反港要求,这自证清白的戏码, 弄的整个假期没能出门的老铁是更生气的。 说你还好意思问,我们这七天除了加班就是捅鼻子, 连九阴连环码都凑齐了,还要怎么证明,住你家去行不行。 这没出门的一肚子怨气,出门的心里也确实不痛快。 这不,一大批在本市露营的,遭遇了价格飞涨, 本身是因为经济下行奔着消费降级去的,结果租一块绿地的钱赶上酒店了, 折腾半天,美景闲事都没享受到,周围全是生火烤串的。 手艺不佳,那个烟雾缭绕啊,差点当腊肉给熏了。 在这片土地上,你说出什么事都不新鲜,被当韭菜认人鱼肉也就算了, 关键现在这镰刀又升级了,搁你一回还不行,他还给你养起来,等着来回旅。 这不,趁着国庆去西双版纳,体验热带风情的老铁们, 这两天,顺带还领略了一下万里归途中有家难回的酸楚。 10月4号,云南景洪市突然关门,政府下令从下午2点开始所有航班停飞, 而高铁啊,高速等也一并停运,造成了大批旅客滞留。 造成这一举动的原因呢,是因为当地发现了新情况, 所以政府希望所有人放下匆忙的小步伐,配合着捅一捅鼻孔。 但是老百姓肯定是不乐意,因为云南之前因为财政的问题, 已经推出了集中隔离自费小套餐,这花钱游山玩水可以, 花钱坐牢你问问谁愿意。 于是,后机厅里,大批滞留的旅客努力跟机场协商,想见领导讨个说法, 而我要回家的呼声四起,场面一度让人以为要迎接新野轮的革命。 要说云南政府也是见过大市面的,这么多年边境经验那是相当丰富,领导是不可能出来的, 但是他们迅速派出了鹤枪实弹的黑皮狗,这一下群众更生气了。 有人对黑皮狗怒吼,说你们现在对着的是你们的人民,而黑皮狗则是冷笑一声, 对啊,又不是我们的主子,现在奉劝各位冷静一下,我们是在保护你。 但是大家伙,眼看着飞机,满载而来,又空荡荡的走了,就是不让上人。 再看看价格突然翻倍的机票、酒店,心里大概也有数,此行必定是劫难重重。 而更神奇的操作是,云南这回的封锁和管控,似乎就是照准的游客下手, 著名景点星光夜市,本地店家照常营业, 但是来旅游的却被关在这儿,要求连续做三次检测。 而昆明火车站呢,也是关门大吉,旅客们十几个小时无人问津, 铁栅栏倒是围了好几圈,说现在就两条路,要么自费去三百多一碗的小宾馆管控, 要么就在这站着,有脾气倔的一直站到了凌晨,也没人来送吃喝喝水。 旅客中有一位律师啊,挥舞着小拳头对黑皮狗说,你们这是强行关押。 谁料,人家又是轻蔑的一笑,说这是中国,咱们只讲政治,不讲法律。 之前咱就说了,这个大规模管控,必定发生在二十大之前,造成一种不是我害怕, 而是老天爷帮忙的假象。果不其然啊,在云南宣布封闭的同一天, 新疆也出了一个报告,用那字眼让你觉得世界要毁灭了。 也是10月4号,新疆政府宣布,说突然迎来了历史上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, 要求所有人非必要不流动,而且机场、火车站、交通路口全部关停。 这一下弄的挺突然的,百姓们纷纷感叹,哥们儿,你这高潮完全没有铺垫, 明明本土每天就一个两个的新增确诊,愣冠上个重大事件的帽子。 要知道过去的两个月,新疆整个基本没有解封的时候,老百姓是饭菜没有,出门看并不行。 多少人在网上发出哀嚎,让你们以寻衅滋事为名给禁言了, 说什么忍一忍为了美好明天,合着现在光明不仅没盼来,天反而更黑了。 据卫健委透露,说新疆这次发现,是因为外裔的人养了的比本地暴的还多。 这说明在经年累月的关门运动中,当地政府天天瞒报,结果让组织发现了。 你说这还用问嘛,共产党体制下那不撒谎的官都去见了阎王, 而会撒谎的都盆满钵满跑去移民。 想要曲线救国,把人关在家里,别去北京添乱就直说,何必搞这么多戏份。 你看看人家四川、贵州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内蒙、云南、山西、天津和上海, 哪一个不是悄无声息的发布了停止进京的通知,有时候活干了就行,不必喊的这么卖力。 毕竟中国是要开倒车的,过去用户口限制人类流动, 现在这个网格化就是高科技版的人员分类工具,不仅各省之间的流动要被打破, 最好形成各区的舆论封闭场,而且群众私下的联络最好全部取消, 想知道隔壁村发生了什么,你只能上央媒或者送鸡毛信。 这样一来,总有人在过好日子的谎言,才能长治久安。 要不中国最喜欢的呢,就是健强,生怕大家发现每个人活的都不人不轨迪。 而要说,现在经济这么差,社会环境这么糟,确实也反映在方方面面上。 就比如说,中国九月末的外汇储备,减少了259亿美元。 这钱究竟是让人卷跑了,还是投资亏损了,政府没给去准化。 不过这两年,制造业倒闭,没人给挣外汇了倒是真的。 所以政府愤外着急,这公务员护照证件被没收,普通人旅游过海关给捡脚,这个咱都知道。 而之前中国说去海外念书可以出去,现在明显也变了信号。 北方民族大学的学生,这两天报道后,就收掉了一条奇怪的短信,是学校保卫处发出的通知, 要求学生上交护照和港澳台通行证,给出的理由是加强管理,并且警告大家隐瞒者后果自负。 很多人猜测,说这样做的原因,是因为中国现在人口老龄化严重,不想年轻壮劳力对外流动, 这样会给经济造成巨大损失,但是说实话,中国现在这样还在乎经济嘛。 秉着韭菜割没了补心疼的逻辑,这一出的原因,最可能的,是怕年轻人心高气盛, 在国内受了委屈,出门告状,有图有真相的再给境外势力递画饼。 毕竟八九六四才没过去几年,现在又有大字报声讨庆丰地了。 回头,星星之火真要是燎原,可比当年的势头盲,总之吧,二十大要来了,山雨欲来,风满楼啊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,敢不敢,下期再见,白了个白。